直接在场内架设裁剪站 这不是亚续也不是日益 而是桃园观音区的加联益桃科厂 10号新增12厘本土 其中一名就和加联益有关 树林厂的员工 因为居住地在桃园 是案19494 加联益的公司 它也有观音的桃科厂 总人数是有460位 下午正在进行这个全部的裁剪 会扩大裁剪就是因为七八号 树林厂由台籍工程师 曾经到过观音区的 桃科厂支援 厂内460人 其中三十七名是外籍 移工 春节前快篩都是阴性 目前有三人住在厂外 其他三十四名都住在宿舍 而另一头亚续电子厂也稍不停 裁钢解隔的医工们回到宿舍 10号马上又有十一人 裁剪因转阳 最不怕病毒扩散 253人必须回到集中检疫所 隔离观察 那他们都没有外出 等于是在宿舍 所以大家都怀疑说 这两个地方 集检所跟宿舍 两个地方都有其可能性 从头来过 找出可能群聚温床 市长郑文灿说 疫情慢慢收敛 尽管社区采检中 没有新增个案 但新北市嘉连艺术林厂 爆发群聚烧进桃园 也让市府绷紧神经 华尔新闻无权告诉林玉山 桃园报道 你订阅华氏新闻了吗 赶紧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还要到我们的脸书本专 按赞追踪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